那我们来看到川普当选了 那么事实上呢 现在很多人开始来关注 哪一些人会是他呢 之后要来出手的对象 或者是直接点名他不用的对象 11月9号川普在斯巴文 他说我不会邀请前大使 黑的或是前国卿 蓬佩奥加入正在组建的新政府 11月9号亚利桑那州 选票结果最终出炉了 那在这次你可以看到 川普获得了312张选举票 贺锦丽获得226张 2020亚利桑那州 是由拜登来获得在这一次 好川普呢 是横扫了7个关键的摇摆州 那在美东时间的 11月13号的11点钟 拜登跟川普两个人 在白宫将会来会面 请教介大使 对这个好 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你知道 一个总统 他会告诉人家我要用谁 他不会告诉人家说我不用谁 而且呢 还白子黑子 糟糕四人 这是川普自己发的推特 不是推特 在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X这个社交媒体上发文 他写得很清楚 我不会邀请前大使 妮奇黑里 或者这个好 前国务卿 蓬佩奥 加入 这个好 所谓的川普政权 行政政权 我不用这两个 我不会用 我不会邀请他们 写得很清楚 这个政权 目前正在筹组的这个政权 但他已经告诉你了 对 对 就这样 哪有人这样子做 不要想就好了 对你不讲的时候就好了 对我就是告诉你 我用了谁 这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 极厌恶这两个人 然后外面有传闻的话 他就说 我怎么可能传他 我怎么可能用他 你如果不是很讨厌这两个人 你会说我特别写一个 糟糕四人的一个推文 放到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好 我的这个好 自己的这个X的 社交网站上的发文 极为厌恶这两个人 第二个有可能 这两个人在外面乱放话 说哎呀 这个川普要邀我做什么 邀我做国防部长 蓬佩奥不是有人传吗 蓬佩奥可能做国防部长 那妮奇艾利欧说 我将来一定入阁 给我大官做怎么样 直接打脸他 乱在那边放话 川普听得很不爽 只有这个两个可能 其他你觉得有什么可能 美国这么多能人意识 川普不会用的人 是绝大多数 能用在选举中 帮他忙太多了 他只要公布 怎么会突然写一篇文章 糟糕的我就不用这两个人 对就像介大使讲的 大家通常是说我用哪些人 对不对 这很奇怪 所以我猜是这两个原因 不过确实这两个原因有可能 因为川普很讨厌这两个人 可是呢 我们这个民进党从蔡英雄开始 就把这两个人当做什么 当做美国最伟大的人物在供着 那个 压缩宝 压缩宝了 那请问一下 蓬佩奥 我们赖清德 就职的时候他没有来 查一下 查一下他没有来 带着他的那个余茂春 有没有来 对 那你现在你才知道 原来川普这么不喜欢他 对 你当时为什么要把这些人捧在手里 关系这么靠近 对啊 那那个蓬佩奥到台湾来的时候 还怎么样 哇 还想到帮他办演讲 然后到处给他高规格的礼遇 Nicky Hayley在台湾也是被捧上天的 这些都是抗中大将 然后这个蓬佩奥随便在台湾讲一句说 美国应该给予台湾正式的外交承认 哇又是头条 你没有错 你给他好处 他帮你讲话 可是你把他有没有搞错 这个不是川普的朋友 这川普的仇人 你又押错宝了 是 这种外交 你不要 你不能够得分 你也不要老是犯错嘛 是谁给他这些讯息的 一定要去捧这两个人 现在你看 对 这两个人被川普用这种 这我觉得比那个金正恩炮绝一个人 还残忍 他就也是直接封杀了这两个人的仕途 这两个人现在能够出来说我开始反川普 已经太晚了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我觉得他被川普这样子羞辱是小事 那我们要问问看我们这个民进党这批人搞了政府搞了八年把这两个人捧得那么高 给钱也给了 饭也吃了 然后呢 这个机票也提供了 我不要还有没有其他 这些其他的案盘 你是不是都丢到水里面去了 是 而且你原来原来你认为美国了不起的台湾友人 结果是川普最讨厌的两个人 这不是他最讨厌两个人他干嘛这样对待他 为什么要对待他呢 为了用这种方法对待他呢 当然是讨厌讨厌到极点了嘛 很明显看得出来 讨厌到极点啊 你怎么会你怎么会你怎么你难道在华府不知道吗 在华府到天天都有消息 你们要搞清楚啊 你这个整个对外工作就是要掌握住状况 这显然就是在状况外嘛 搞不清楚状况嘛 我们以前在做工作 第一个 第一个就什么事情我都要在状况内 不能够判断错误 这个就是完全判断错误 然后状况外 你还以为这两个人是川普的大红人 你当时你就不应该搞 你要去抓共和党的人 如果是川普会 你就没有预料到川普会出来 你就没有预料到川普会得到共和党的这个 你都没有这都是判断错误 才会你可以跟这两个边缘的人 你还相信蓬佩奥还可以选美国总统吗 笑话 对不对 他一年联系人家 人家他只一年只有七万美金 你做过这个 这个美国国务卿下来 逐此凄惨的人 你去干嘛 你去理他干嘛 他有问题 对不对 然后他跟他那个余茂松 天天跟着他 哇 进进出出都在台湾 余茂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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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在台湾 哇 吃香喝辣的 你不是都丢到水里面吗 是 你再跟这两个人来往 你看看川普会怎么想 对 你今天要面对一个新的美国的行政部吗 你搞清楚川普的喜欢的讨厌的是谁 你偏偏你去把你他最讨厌的人 你把他当成上兵 还在那边吹捧 对 我想要去查一下当时 是谁给了这个讯息 是赖清德那个总统就职的时候 对 还是什么时候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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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看他 是如果说的话 那要查一下是谁要他来的 如果有的话 谁建议的谁负责 是 情报之不灵通 判断之错误 做法引起一系列的 这个对自己不利的做法 后续一连串的影响 太可恶了 那现在你看 今天川普就是大胜 对 这个还是小事 你要知道川普的所谓 普选的票也超过很多 也超过非常多 我记得应该是500万票以上 这个赢的太太太 太大的一个胜利 所以川普最后你不要看谁 他会用谁 我跟讲他以后 他在政府就是一言九鼎 他上一次四年 受到最大的教训就是什么 一些政客骗到的位置以后 他觉得他们不行 把他们fire掉以后 下来以后 在他背后一只戳刀 川普提过一个人 也是民进党最喜欢找的人 天天讲他谁啊 叫John Bolton John Bolton 川普在选举的时候 讲几次点名 那个John Bolton 对他恨之入骨 对不对 当时人家那些新左派 把他介绍给他 他误用了他 他当着John Bolton的面 跟很多外人讲说 他是国家安全顾 川普怎么讲 他说 如果我听了这个人的话 他指的John Bolton 我们美国已经打了两场战争了 天天就在那边 叫美国打这个打那个 所以川普把他fire掉了 川普最有名的话就是 他就把他fire掉了 不试任的 会添乱的 会造货的 他都fire掉了 他上次有经验了 他上次有经验了 这一次忠诚 对不对 所以他知道这两个人 绝对不会忠诚他 你给他一个观座 那不得了 自走炮 然后你再给他请下来的话 他又变成第二个John Bolton 川普这么大的年纪了 看得清清楚楚的 所以这个不要小看 我觉得居然说 把这两个人说 我不用他 都给他遭告示 这个真的是 事所罕见 而这两个正好是 我们这个民进党 跟他们的上层 跟他们的整个 所谓的国安外交团队 这个互动 所特别器重的两个人 今天是这个下场 你的判断是什么 你的情报是什么 你完全状况外 我觉得台湾真的是安危 非常非常可怕 我看到我们这个 我看到我们的这个 目前我们的处境 在这一群完全不试任 完全没有能力的 这一群 这一群人 真的 我觉得这个过算不到赖清德头上 因为赖清德是真不懂 可是你要知道 你旁边那些人就是欺负你不懂 你说林家龙讲那些话 如果说换了别的懂得国际关系的 那个国际事务的敏感性的总统 第一个就叫他下台了 他还可以在那个地方继续干 所以他们有一点欺负 我觉得这些人 有一点欺负赖清德 在这一方面缺乏背景 缺乏认识 所以真的提醒赖清德 你要小心 你身边这些猪队友 会不会把你害惨 那还小事 会把台湾害惨 最终受害的还是人民 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大肌肤 弹性水嫩 轻松富贫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 全校精华 精华双 即刻启动动名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